中美贸易战已打近两年 几经反复至今形势依然胶着 当前这种格局 与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初衷和预期都相去甚远 按特朗普的计划 只要美国政府短期内对中国施加足够强的关税压力 就能达到迫使中国让步的目的 显然 特朗普不太了解中国 太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了 他的这个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 中国不但不按特朗普的想法套路出牌 还让美国陷入了很大的麻烦 在中国贸易战胶着的情况下 自今年以来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及美国政府就开始想另外的歪点子了 试图通过谋划打出四拳击倒中国 这四拳都是冲着分裂中国去的 第一拳针对中国香港的职权 在美国的支持下 香港暴乱自六月开始已半年有云 至今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 在小编看来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想通过搞乱香港 制造暴乱 在瘫痪中国香港这个中国金融投资窗口的情况下 将暴乱的火苗引向中国内地 美国针对中国这一拳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技职权 打得很直接 目的很清晰明确 这里的目的很清晰明确 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国会层面 另一个是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层面 那帮议员们的目标是首先制造暴乱 颠覆香港特区政府 而后即此再进一步利用互联网 将货水引向中国内地 给中国内地制造更大的混乱 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可能会有人会有疑问 现在的内地真的会被利用吗 还有空间吗 是的 依然有空间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旦香港暴乱在内地形成一种共振舆乱 再加上一些突发事件的发酵 就可能在舆论情绪激动的情况下 形成意识形态 立场的分化 从而给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操作空间 而后 西方敌对势力会再通过各种抹黑的方式 在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 从而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全面陷入舆论被动 一旦如此 我们现在很多常规的对美反制操作都会被遏制 再加上接下来的一些谋划 中国会真的在与美国的博弈中陷入系列被动 这种推演不是简单假设 而是美国人一环套一环的套路 可以想象如果现在香港的暴乱放在2012年前后的情景会发生什么 只是美国人低估了中国网民正能量的力量 也低估了中国政府对网络的引导和管理能力 结果是恰恰与美国想要的相反 香港的暴乱让更多中国人看清了美国的嘴脸 反而让更多中国人明白了美国的险恶用心 另一个是美国政府层面 从特朗普的立场看 他要的是现实 即他想迫使中国拿香港问题交换贸易问题 从而在贸易谈判上向美国做战略让步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不止一次暗示 甚至明示可以拿香港问题在贸易谈判上进行交换 只是中国很强硬 直接给对了回去 一点机会都不给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暴乱的指挥上 美国政府就参与相对少了 主要由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主导 第二权 针对中国新疆的左摆权 在通过涉港法案后 美国立刻就又通过了涉港法案 针对中国的反恐之乱 去极端化的措施说三道四 甚至要对中国新疆的政策进行长臂管辖 迫使中国自费武功 给美国支持东突恐怖主义开路 美国的这季左摆权看似不重 对大局也起不了没什么决定性影响 但在小编看来 实际上用心却极其险恶 且如果美国第一拳直拳打得顺利 那么这一季左摆权就是连击 威力就大了 首先 若美国打在香港的第一拳效果很好 那么涉港法案出台就能形成共振 一方面是香港正在进行暴乱 把香港的暴徒描绘成争取民主 自由的斗士 把美国描绘成带领西方支持香港暴徒 就是支持民主和自由 另一方面 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 使劲抹黑中国的反恐与去极端化 把中国描绘成独裁专制的迫害民众 践踏人权的政府 不但丑化和抹黑中国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政策 还通过丑化让中国在外交上 国际声誉上受损 其次 美国惠恩拉拢反华势力一起大力支持 东突 东伊运 在给中国施加巨大国际舆论压力的情况下 支持暴恐组织从中亚 遣回中国新疆制造恐袭 从而在中国内部制造混乱 通过破坏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成果 来达到破坏中国内政的目的 破坏中国内政 一方面是借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给中国制造问题 从而削弱中国的大国外交能力 其三 美国会出台一系列法案制裁措施 就像针对俄罗斯那样针对中国 其目的不是真的起到制裁中国的效果 而是制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氛围 即此美国就可以大做文章抑制中国 现在这个所谓的左摆拳之所以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大 而且遭到中国前来反制 是因为美国第一拳就没打好 也是因为中国内部现在上下一心的程度 超过了美国的想象和预期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怠慢的理由 而是应该加强内部的治理 进一步稳定内部 补掉一些暴露潜在隐患 让自己城墙更加牢固 第三拳 针对中国西藏的右摆拳 美国的第三拳并未打出 好像看起来没有这样第三拳似的 看起来藏毒最近好像也并不活跃 但是小编想说的是 事实并非如此 之所以现在看起来藏毒不活跃 原因在于三点 一是藏毒本身势力在前些年就被分裂了 据起来能量的确更困难 二是只有前两拳打得好的情况下 这第三拳打出来才有实际价值 否则前两拳效果都不好 这第三拳就效果更差了 三是印度与美国关系的偏冷 影响了美国对藏毒势力操纵 不过只要两拳打得好 藏毒势力一定会蹦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只要蹦出来就有利益 但哪怕如此 接下来美国依然有可能会打出涉藏的第三拳 哪怕没有效果 第四拳 针对中国台湾一记重拳 相比涉港涉疆涉藏的问题 涉及台湾的问题要敏感很多 这其中原因也很简单 新疆 西藏直接在中央直接治下 香港虽然一国两制 但整体翻不起什么大浪 真到极端情况下 只要我们出手就是摧枯拉朽一举摆平 可以说前三个问题都在掌握之中的 顶多郭躁无法震动 但涉及台湾的问题就不同了 由于台湾地区还是割据政府 一旦真的涉及到突破底线的问题 中国就必须做出重大选择 譬如2017年面对美国威胁要军舰停靠高雄 中国驻美攻时 李克新就直接发出警告 还特别强调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冒险 对美国的风险有多大 但不管我们怎么想 美国却一直把台湾当成自己手里对付中国的一张牌 所以假如前三拳美国都打得很到位 并且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么美国就可能打出支持台独第四拳 到那时港独 江独 藏独 台独 四独河流 在美国的支持下就会给中国制造很大麻烦 哪怕到时候中国真的出手对台湾武统 中国也将付出巨大代价 特别是如果美国真的借敌对中国的进程 统一了西方国家的思想 成功将中国变成了整个西方的敌人 那这针对台湾的第四拳性质就严重了 它最直接的效果是 可能演化为一方面压制中国不让中国武统 另一方面则制造冷战 实现东西方的新的世界对抗 事实上 如果我们注意 这次北约峰会的声明第一次将中国列为了威胁 这表明美国正在试图扩大北约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 美国为何想把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统一成美日韩军事同盟 就是想把美日韩同盟加上台湾的台独势力 形成压制中国的东方小北约 美国的第四拳意图是击倒中国 虽然现在美国虚了 中国实了 美国打出来的拳基本没伤到中国 但我们对美国的警惕是必须保持的 对美国的险恶用心是必须要清楚明白的 你对我恶意满满就别怪我们对你唾气连连 针对美国的龌龊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最近对得真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